我们看一下这题哦 他说这条直线斜角叫shita 求cosshita 来 看到这一题第一件事情 老师想想对这条直线而言 斜角叫做shita 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看到斜角马上想到 写率会等于h hshita 这样行不行 那问题来了 写率又可以怎么写 已知翻程式求写率 写率是写负的b分c 可以写负的3分之4 所以组合一下 老师可以知道 可见今天写率 也就是我tensionshita 所以等于起负的3分之4 麻烦你求cosshita行不行 好 算出来tension是-3分之4的时候 求cosshita怎么算 麻烦你画图行不行 来 告诉我 今天shita第一件事情 今天shita注意听 他说斜角叫shita tension什么号 5号 基本上老师曾经讲过 这条直线来讲 他斜角 紧斜角度直接0到几度之间 180 所以斜角来讲 不是在第一向线 就在第二向线 那今天我们这个斜角tension 算出来的事情 负到3分之4 所以说可能在第一吗 不可能 所以说今天这个斜角 这个角度一定会在第二向线 去对a轴做垂直 h事情 负到3分之4 cos h事情 3分之4 3比4比起5 第二向线a轴负到y轴正好 今天求谁 求cosshita 怎么算 麻烦你从习冰开始 平平的sine 直直的cos 所以算出来cosshita至极 5分之极 负3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cosshita算算 5分之负3 OK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